哈囉 很抱歉大家 我們剛剛網路斷訊了 就是大家也知道 台灣的網路已經算很好了 可是因為就是 大家現在網路的 使用率很高嘛 所以偶爾就是 反正我們剛剛斷線了 然後我就怎麼辦 趁斷線的時候又認真聽了好幾首好歌 那我就想說我就放著好不好 大家就是也一邊聽 就是你知道 週末的午後要放鬆一下 好我剛剛要講的是還沒有講完 就是因為我本來一直在想說 今天終於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然後結果就很多的網友問我 那個皮膚的問題 因為他們最近都有遇到那個 敏感跟過敏 那其實我也是而且我今天超緊張的 因為我個人今天真的是素顏 還是有點緊張 雖然說我個人真的覺得我皮膚 也不是真的很不好 其實我皮膚蠻好的 但是因為我一樣也會有過敏 跟那個敏感的問題 所以你看我還是會有一些紅紅的 知道已經已經好很多了 然後還有很多網友問我那個 底妝的部分 就是說到底什麼底妝怎麼用 然後我就想說不如我就把它合併起來 變成一個主題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就是說我自己會覺得像現在這個季節 就是我們已經就是冬天接春天 然後因為台灣就是這一陣子 就是有時候突然又好冷 然後有時候又突然天氣變很好 然後有時候你要開暖氣 然後有時候你又不用開暖氣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皮膚也是蠻厲害的 然後再加上現在很多人不是出國玩嗎 坐飛機啊 飛到各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肌膚的狀況真的是比較多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個好了 那分享這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說 就是我今天有禮物要送給你們 登登登登登 請看一下 我今天的禮物就是這六大瓶 這六大瓶呢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最近就是用他們的心情 這個是洗髮機 我有兩罐洗髮機 然後還有兩罐的沐浴乳 跟兩罐的解鹽露要送給你們 那怎麼送呢 就是不然你們就聽我分享嘛 然後有問題你們就問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在想怎麼樣可以送給大家好不好 因為很多網友在問我問題那個過敏跟敏感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說要怎麼回答 後來我自己做了很多功課啊 包含像我最近就是很認真的在吃水果 真的 我今天午餐就是水果 為什麼很認真的在吃水果呢 因為就是台灣水果很厲害嘛 然後再加上就是 我最近有認真的研究了很多國外的資訊 就是說其實你改變你的飲食 你的皮膚的狀況也會好很多 那因為就是現在人 像我自己也都是外食 所以我們就吃大餐的機率很多 要多吃水果 你身體的代謝啊 然後免疫力啊 跟自己的調節都會變得比較好 那想要敏感這件事 我個人做了一個研究 我告訴大家 對抗敏感跟過敏最簡單的方法 跟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保濕 要有多濕呢 就是你全身都要濕這麼濕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就是過敏跟敏感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會叫我什麼東西都不要擦 然後或者是我就會用很營養很營養的保養品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一件事就是 有時候反而狀況你會覺得越來越多 但是保濕是最基本 就是你... 我們今天棚內的狀況 比較多一點點 那如果說 你做好保濕 基本上就是皮膚的有水平衡的話 就不會有任何這種問題 比較少啦我自己 那我個人個人啊 就是這樣 我如果只要太過敏跟敏感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原料最最簡單的保養品 那我最近就是試了一組 這個給大家看 它是MIT的品牌喔 就台灣的品牌 而且我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我原本先沒有研究啦 我想說先試試看 結果試完之後 我自己的那個紅啊 敏感就會少很多 那因為 它其實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 然後什麼 甘油啊 然後所有的東西就是 水果啊 有很多都是天然的元素 最重要的是 海藻 海藻 海藻是最重要的 那 講到海藻 不如就當作題目吧 就是說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用的這一組保養品 它最主要的成分是什麼 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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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你留言之後呢 我就把那個禮物送給你好不好 然後 我自己試試這樣 因為海藻最重要就是保濕嘛 所以我現在的保養都會變得很簡單 我就會先用那個化妝露 為什麼它是化妝露 欸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已經用了一陣子 所以就沒有那麼漂亮 那盒子 罐子上面都被我弄的 那你看它裡面有這個 這個就是海藻 所以它是露 它就是跟我倒出來給大家看 它就是會跟一般的水 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乍看是水對不對 可是我手這樣摸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它是 比一般的水更滋潤 那我是這樣 我個人就是 如果有化妝棉 我就會用化妝棉 如果沒有化妝棉 用手我也很OK的 那我通常就會把它推開來 連脖子後面 然後就拍一拍 然後它味道也很天然 所以也是很舒服 我就會先這樣拍一拍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 像我自己的那個 我就是洗完臉 我會先拍一次 然後我就會去做一些別的事 然後等到我等一下再擦霜的時候 我就會再拍一次 因為保濕嘛 絕對不能少 好 我就會拍拍拍拍拍 你知道你有老師有叫我們這樣嗎 瘋狂要拍打 好 然後完了之後呢 我就會用精華液 不好意思喔 我今天拿的瓶子都沒有漂亮 因為我在家裡就是這樣 我個人對用保養品是 非常的沒有在客氣 然後因為它很天然 所以它其實主要就是保濕 那你就不用太擔心亮的問題 然後我是一定會用到脖子上的 因為我告訴你 脖紋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好的 你就輕輕的抹開之後呢 因為它吸收很快 然後我就 輕輕的抹 就這樣 然後你會發現我的臉上啊 還有一些小水珠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保濕力很強 所以 像我自己啊 我是皮膚中性偏乾的人 那我自己都會擦比較多一點 就是 只要對自己要好一點 然後我就會擦到像這樣子 就是上面 你會覺得你表面有一點微微的水珠 因為它等一下就會吸收了 它吸收率非常快 然後或者是你如果覺得你 不習慣一下子就下手那麼重 你可以分兩次上 然後我就會讓它吸收一下 你就可以自己的臉做個小按摩喔 那我通常做那個紙 就是 像我們通淋巴的那個紙結的按摩 都會到最後 最後就會到乳霜的部分 那我就是早晚 早上也是這樣 然後晚上也是這樣 乳霜 我拿一下面子喔 因為我剛剛手上有好多精華液 但我 因為其實 我自己是用得很兇嘛 我有時候會 就是 擠一擠連那個 手背啊 胸前啊 什麼都一起上 因為我覺得 保濕嘛 全身都滿要保濕 然後再來就會是乳霜 欸我給大家看喔 你看起來好像覺得會很油膩 一點都不會 它其實就是有點 我覺得它擦起來的感覺 是很像乳液一般的清爽 但是它又比一般的乳液呢 就是滋潤一點 所以你可以撐很久 就這樣 好的 我媽媽都說我上保濕的樣子很粗魯 但是就是這樣啊 不要客氣啊 好 我都會上成 上到這樣喔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就是臉上是滿滿的 因為它等一下會吸收啊 然後 上多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冷氣房 然後 就算你是 不管是夏天冬天 你在上班的時候都在冷氣房 所以 其實我們的那個皮膚 就是水分被吸收的機率是很高的 而且也很快的 然後現在外面你不管去吃飯啊 可能 可能你自己開車啊 坐捷運 因為我現在已經好少看到有人開車的時候 就算是那麼冷的天氣喔 它也不太會把窗戶打開 對不對 就是大家都關在冷氣房裡面 或暖氣房裡面 所以我一般我就會擦的比較多一點 好都會這樣 然後我最後呢 我會有幾個 我給大家看 上完之後會這樣子 是不是覺得我皮膚亮亮 真的光看得到亮亮嗎 對 就是皮膚會亮亮的 然後 我就會做幾個那個按摩 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水腫的人 那我就會有幾個點 跟大家說有幾個點可以消腫 一個是這個 就是你眉頭這裡 眉頭眼睛這裡 也可以按一下 反正就是你按下去會覺得酸酸的地方啦 而且我跟你說 按這裡也可以這樣眼壓 因為我們現在都一直看手機嘛對不對 眼壓會很重 然後還有這個地方也會很舒服 就是這裡 就是我們一般你覺得會長 容易長淚溝的地方 就是這裡 可以壓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也很提神 是這個 這裡 認真壓 要到有點酸酸的 這裡也可以 然後還有這裡 給大家看這裡 耳朵呢 耳朵這裡是 耳朵下面這裡 你如果壓下去有一點酸酸的 這個地方就是 也是一般 就是消腫啊 排水 而且我覺得按按精神很好 然後 耳朵附近其實有很多穴道 包含耳朵這裡後面 就是我也會壓一下 這樣 有時候累的時候也可以壓一下 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然後你就可以把手往下帶 就是如果有時候去做臉 人家也會這樣 就是如果有時候去做臉 其實就是把水分往下帶啦 然後也可以讓臉就是往上推一下 有沒有就這樣 我反正每天就是三步驟 然後我最近用了一兩個月之後 我的紅紅就會變得比較少 就是我的那個過敏啊 也會少很多 所以我就覺得 這就是我自己的實驗 我就覺得有時候你過敏跟 你敏感的時候 你反而不要用太複雜的保養品 其實我覺得保濕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 因為要把禮物送給大家 所以我再說一次喔 我現在就是跟大家分享這組保養品 它最重要的原料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呢 是 海藻 對 然後我等一下就有那個 就是 洗髮精啊 沐浴乳跟節炎露要送給大家 節炎露超好洗的 因為像我們這種中偏乾的人 最怕洗完臉之後臉會很乾 那他洗完之後你會覺得皮膚是丟 就是斷斷的很舒服 好 那我接下來呢 就是脆脆果 脆果很重要喔 你會說擦那個會很刺激嗎 不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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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其實你擦完 你會覺得皮膚很滋潤之外 你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它味道也很淡 所以 如果你想要送禮也可以 因為它長這樣 很像我們的蠟筆的包裝 很有質感的 可以送人 然後 我接下來呢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 還有網友問我說 到底底妝該怎麼用 因為 有粉底液嗎 還有氣墊粉餅 還有粉底霜 怎麼用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嗯 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 噹噹噹噹噹噹噹 這個牌子特別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那IOPAY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出產氣墊粉餅的品牌 所以大家應該也沒有想到說 現在氣墊粉餅會那麼的厲害對不對 那而且這個粉盒上面還有我個人的名字 哼哼哼哼哼 好 然後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一般來說呢 你保濕完 你像我剛剛做了那個保濕之後啊 我現在皮膚的狀況很穩定 跟濕度很夠 其實我妝很好上 那一般氣墊粉餅啊 它就會分兩種 有一種是比較有光澤的 有一種是比較霧面的 那光澤的是這樣 光澤就會讓你看起來 如果說你是比較 你喜歡比較年輕一點點的感覺 那個妝感 你就可以用這種 就是比較 比較帶光澤的 然後它的用法很簡單 就像我剛剛這樣啊 我就是壓了 壓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壓在臉上的正中間 然後把它拍開來 那我給大家看看喔 就是我今天想要試就是 就是比如說亮面跟霧面 有什麼不同 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想試不同的底妝給大家看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出 它的那個效果是不一樣的 而且你會發現啊 我現在給你看 你會發現我的妝很貼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的保濕做得很好 所以你現在會覺得我皮膚看不到 比如說不會有那種就是好像很乾 然後妝會浮在上頭的感覺 好的 我就用兩下好不好 剛剛兩下這樣 這個是亮面 然後呢 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也買了一個好喜歡的 我想一定很多人知道對不對 雪花秀 而且我跟你說超漂亮的地方是 它這個紙券是 這麼漂亮的洗脖子 好美喔 是花紋的 好的 不好意思喔 好像有點粗魯 那它是比較霧面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覺得你不管上任何的底妝啊 其實底妝要好看 最重要就是皮膚的濕度要夠 而且你看到現在 我剛剛已經上保濕到現在也好幾分鐘了 我現在摸它已經是完全吸收了 完全吸收之餘啊 就是我自己這樣摸都還是覺得皮膚是潤潤的 好 我這邊上霧面給大家看喔 你看我就壓一下 然後把它拍開 就跟蓋印章一樣 所以其實啊 其實不管各國的彩妝 我覺得大家都會 都會提醒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把妝上好 你的皮膚一定要夠水 水度一定要夠 OK 就是這樣子 再壓一次 然後就會長這樣 所以啊 皮膚最重要就是保濕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很容易敏感啊 過敏的人啊 記得喔 這個時候你就要讓你的保養品 越簡單越好 重點就是放在保濕上面 好啦 你看 我已經兩邊都上了 這邊是亮面的 這邊是霧面的 然後他們都是氣墊 因為現在也很多人用氣墊嘛 不管是 呃 除了韓式品牌 歐式品牌 其實也有一些些日式的品牌 也開始在考慮 包含我們的 呃 台灣的自創品牌 也有很多在做氣墊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到底 自己要用什麼 呃 我這樣講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 是有在畫全妝的人 就是你每天都會上粉底的人 其實我覺得氣墊是非常方便的 跟非常快的 因為呃 氣墊一般來講 它就已經把 比如說 隔離啊 然後呃 修飾膚色啊 遮瑕啊 它就已經做了一些基本的整合了 然後你補妝也很方便 所以如果說你自己是 呃 比較常常在畫全妝的人 我覺得氣墊很方便 然後呃 而且現在的選擇很多 比如說 呃 有亮面 有霧面 有保濕 有控油 甚至包含男生的沿用 所以 你看喔 其實它兩個的妝感是不一樣的 你就會覺得我這裡是亮亮的 然後這裡是霧的 像我自己 我如果平常 跟大家一起出門玩 我就會用亮面的 因為 就是我喜歡皮膚 看起來就是 亮亮的很有光澤 可是我工作的時候 我會選擇霧面 因為我是臉比較碰陪的人 那 碰陪的人 如果用亮面 在鏡頭上 我自己就會覺得 感覺臉會更痛回 非常痛回 好 那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你自己是很常上妝的朋友 你就是可以用氣墊好嗎 而且選擇非常非常的多 用法就是我剛剛說的那樣 你就是把它 按一下之後 用手 按在正中間 然後你就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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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拍拍拍拍拍拍拍~~ 就是把它拍均勻就可以了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妝很貼 再一次說 保湿非常重要 而且强效跟长效保湿非常重要 那像我上了这个保养品 因为我都会认真的给它上一层 所以其实我几乎一整天都不太需要补妆 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了 粉底液 就是我们应该化妆最早的学习都是从粉底液开始 当然妈妈她们那一代都是从粉底膏跟粉底霜 我们这一代应该都是从粉底液 那粉底液一般来讲我觉得日系品牌跟欧系品牌各有所长 我觉得日系品牌一般都会标榜比较轻薄 所以我自己入门款也是 小时候开始学化妆的入门款 其实都是日系的底妆 因为它就是水分感觉比较多给大家看 它就是这样子 比较水一点点 好的 那我来上在额头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就是我先上一边就好了 这样 我给大家看 那我你可以用粉扑 就是不好意思哦 这是我个人的粉扑 这边有用过 你可以用粉扑或是用刷子 那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会点上去之后啊 我会先用刷子把它刷开来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就用粉扑啊 有点浪费那个量 所以我都会用刷子先把它刷开来 然后刷开来之后为什么还要用粉扑呢 好因为那个刷子上面会有毛嘛 毛就会有那个刷痕 那我就会再把它压一压 好这样就上完了 那这个是比较日式的底妆 就是日式的粉底液它就会是比较 比较薄透一点点 然后也带有光泽 那如果偶尔你想要有一些 比较明远感的妆 或者是比较成熟感一点点的妆 我就也会用欧系的品牌 神尿这个品牌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在夏天啊 其实它的整个妆的稳定度也很高 你看哦 是不是跟刚刚那个长不一样 刚刚那个比较水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会有点比较 比较乳霜状一点点 好那我一样我个人都会这样 先把它推开 所以其实我自己 如果帮我自己化妆是非常快 我大概十分钟吧 但我如果要认真化 我也可以化它一个小时都可以 就是随着心情 好那我一般就会是刷子加粉扑一起 你看哦 希望我们的光够 这里就会是比较亮的 然后这里就会是比较乳的 然后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你想知道为什么 就是女明星上镜头的时候 脸都那么立体吗 因为呢我们都会把比较亮的粉底 打在T字部位 然后我们会把比较乳的粉底 打在其他的大面积 因为这样子亮的它会吸引光线嘛 然后霧的会往内缩 你就会觉得我们的脸会变得比较立体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喜欢这种粉扑胜过那种毛细孔比较大的粉扑 然后它也可以洗个几次 我觉得当然它比较贵啦 可是我就觉得比较满划算的这样 好那最后呢来到一个最厉害的了 这个粉扑啊我跟大家说你可以去美财行 就是哪里有 其实你上网Google 像台北后火车站 跟东区的鼎号明天城 都有好几家美财行 然后其实你可以一次跟它买好几个 因为像我自己我如果用一段时间 我要洗的时候 我就会刷子跟粉扑一起洗 那你就用什么洗呢 你其实可以用卸妆油 你的卸妆油洗 然后你洗完之后就让它自然的阴干 就不要晒太阳哦 你就让它自然的风干就可以了 那刷子也是 那但是你在刷子让它干的时候啊 你最好是可以这样挂着 这个刷子也非常好用 一个韩国的牌子 你也可以让它挂着 因为这样水分可以往下走嘛 或者是你让它平放 就是一直到它全部干为止 不然其实很容易滋生细菌 然后我刚刚讲到哪里啊 讲到这个对 OK好 为什么说它是最厉害的呢 就是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因为以前我们如果长时间要带妆 什么时候长时间要带妆 比如说你要去夜店玩啊 或者是你晚上要去玩通宵的时候 你就是很怕妆不持久啊 然后可能你又需要一个比较 比较饱和的妆感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 我们小时候叫做粉条啦 那现在有更棒的是 它会把玻尿酸做在中间 就是你知道保湿的因子 就像我刚刚说那个海藻 保湿因子它会做在中间 那你这个怎么用呢 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是在T字补位 通常我会这样子 我刚刚看着镜子帮自己上妆的时候 有点害羞 因为我妈都说我化妆样子很丑 真的蛮丑 刚刚讲 你们刷睫毛的时候会吗 忍不住这样 好吗 还有翻白眼 然后它会有一个小刷子 你就可以把它刷开来 是不是很方便呢 然后也可以用这种粉底霜 就是做一些轮廓的修饰 比如说你可以在鼻梁上用一些亮的啊 然后在那个 好就这样 那我为什么会用 喜欢用粉底霜在T字补位 一来是啊 因为T字补位是最容易流汗跟出油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妆比较迟 然后再来是这里啊 都会有红红的 然后一般来讲啊 我们都是用遮瑕膏在遮 那我本人基本上现在不太用遮瑕膏 我都是直接用那个底妆来帮遮瑕 因为这样你会发现 就是它可以遮得比较持久 所以我一般化妆的时候 我都会是 比如说粉底液加粉条 就是粉条把它当做是遮瑕用 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些斑啊 黑眼圈 我试给大家看哦 其实它真的蛮方便的 而且它不会有一横一横的 讲到这里我看 我都会这样 有黑眼圈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一点小斑 好你就抹上去之后 你就用小刷刷 轻轻的刷就好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已经不需要遮瑕膏了 保湿的产品哪一位 好等一下跟你说哦 好就这样 你看吗 你都看傻了你 对就这样 我现在其实也不太用遮瑕了 所以有很多网友问我遮瑕的问题 我就会说 如果你不是黑眼圈或者是斑非常痘 都非常严重的话 其实用一般的粉条也可以 好 因为刚刚有朋友问 我顺便跟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现在有好事情要跟大家讲 今天是3月3号嘛 所以呢如果说你也喜欢我刚刚那个保养品的话呢 从3月10号到19号就只有这10天 就是因为我的节目我们有一个活动 就是你只要消费买一千二 我们就会送你旅行组 那个旅行组超棒的就找这样 里面就是有我们要送给大家的那个正货 就是洗发金 然后就是还有结盐录的一些商品 那出国的时候我就带这个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说你还有很多的细节想问的话呢 我非常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或者是你也可以 我现在给大家看 你也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就是也会有很多的细节 OK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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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你说这个 这个真的非常的有价值 因为这个带出国非常方便 而且你会觉得 厉害的地方是 不管去你是去哪一个国家 像我自己有时候 比如说在飞机上我也会洗脸啊 我也会就是做保养 你就会发现其实保湿很重要 因为不管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 东南亚也好啊 或者是比较寒冷的国家 你就会是需要保湿 而且只要保湿做得好 基本上皮肤不会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就算不怎么化妆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再说一次咯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预购了 那但是我们的活动 其实是3月10号到19号 但你可以预购了 开始 那你只要消费满1200 我们就送你一组 有我们的洗髮精 沐浴精跟结验露 就等于说你出国的时候 你不用再带自己的瓶瓶罐罐 非常酷吧 你就带这个 然后带着保养品去就可以了 然后不知道 有任何的细节都欢迎继续问我们哦 然后你也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知道所有的细节 那最后我要再跟大家讲 我们是不是只剩几分钟啊 只剩一分钟 怎么那么快 好的 我告诉大家哦 我们要把礼物送给你们 所以现在我要再认真的问一次 我们所有的 如果说你现在刚好是敏感 或者说你是一个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朋友 我刚刚说了 其实整个的照顾最重要就是保湿 对不对 那我最近体验的这一组MIT的保养品呢 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 元素是什么呢 就是 好臭 然后你赶快留言给我们 说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好臭 然后我们就会把 我们就会把洗髮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我买的正货 就是这么大货 我们要送给你 就是有我们的洗髮机 沐浴乳跟 我可以说沐浴乳啊 像我自己去 台湾现在这个天气 就是如果没有非常非常干 其实我洗完它的沐浴乳之后 我连乳液都不用上 就是滋润度是很高的 然后还有就是 我中性偏干的 肤脂洗完 脸也不会崩崩的 结盐路要送给你们 我们有六个领路要送给你们 所以记得赶快就是回答我们的问题 就是这个MIT的品牌呢 最棒的的那个元素是什么 然后这个元素呢 这个海藻就是可以让你皮肤非常非常保湿 而且是强效跟长效保湿 非常棒 我超喜欢它的包装的 是不是很有气质 其实很少有保养品会这样包装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气质 而且送礼也很棒 如果我收到这个礼物我很开心 我当时也是为了它的包装而被吸引 觉得怎么有包装那么特别 因为一般都是纸盒嘛 对不对 但它这个纸盒是这样子的 好吸引人哦 好哦 我们时间到了哦 怎么这样子 好的 那就是没关系啦 你知道我们节目每次都这样 我都很开心 然后最后我们都得很慌乱的结束 因为我们节目就只有半个小时 好 但是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留言给我们哦 然后我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三月份节目的时间会做调整 而且内容也会大调整 所以呢 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哎 下次见哦 谢谢